另外来关注爆出了靠直销来进行销售旅游产品的World Ventures这间公司呢 台湾分公司则是出面喊员说 他们只有卖行李箱跟会员的资格并没有旅行社 所以他们没有推旅游的行程 那么先前不是有消费者说买了他们的行程 而且呢禁盘不能够退费 可能是加入了国外汇籍大声喊员 不过观光局不认为百分之百是如此 还是要查 标榜超低价出国玩还能赚奖金 直销公司World Ventures在全球拥有一票会员 不过在台湾却传出有消费者买了行程 想退费却求偿无门 台湾World Ventures出面喊员 为了要给各位最大的一个保障跟权益 在台湾所有的经营World Ventures事业的会员们 必须要加入World Ventures台湾 欢迎全球的一个事业体系 特地选择饭店召开说明会 避开会员可能的踢馆 因为过去的记录被人质疑是变相老鼠会 但台湾公司澄清去年12月底 已经向公平会进行传销报备 我们就是在销售一个会员资格的 全球性的指销公司 旅行箱是我们现在就是周边的一个 提供的一个商品之一 World Ventures成立以来就是以传销旅游 打出名号 只卖会员资格和行李箱 热度能维持多久 让会员感到十分好奇 假设有旅游业者的一业结盟的合作方式 我们现在积极 正在积极的沟通 如果它是涉及到旅行业 经营的一个业务范围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会就后续来做一个 一个查处 台湾World Ventures强调 绝对不会违法推出旅游行程 博会交换会员误会 私自揽客 观众局强调会介入调查 不让纠纷再度发生 继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